过去时不时就会拿核弹出来吓下人的俄罗斯 如今要先盖防核碉堡 这回建造的可移动是防空洞 号称可以抵御核爆产生的辐射 但难道是哪一个国家打算拿核弹对准俄罗斯吗 早也不是 是因为美国总统拜登这周放宽的攻击条件 吴国正式发动攻击后 让俄国大规模生产这种移动式防空洞 外观看起来像是家常过的货柜 但不止防辐射能防弹防弹药碎片 也不怕火灾 平均每个单位可容纳54人 但俄国怎么可能只是防守 时刻不到二十四小时 普丁就宣布要降低核打击门槛 换句话说 俄国随时准备好 要拿核弹出来笔话 纵然有局局专家分析这样举动 是要逼迫川普政府把结束战争的承诺 时时在在的达成 但如今美国大使馆率先关闭 美方也已经呼吁公民尽早避难 再来一周到达 再来一周到达